在看完一浪的Battery Day之後 你有覺得很興奮嗎 歡迎大家來到Fileout安卓的頻道 我是安卓 在今天的影片呢 我一開始要先跟大家簡單的分析一下 這次的Battery Day有什麼樣的重點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在Battery Day結束之後 包含Tesla的股價 還有一些其他發生的一些消息 可能會影響到Tesla未來的發展 以及最後我對Tesla這次Battery Day 有什麼樣的感想 我都會在今天的影片來跟大家一一分享 那我們話不多說 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內容囉 Let's go 我相信在這邊的大家 應該對這次的電池日的消息呢 都有一些掌握了 為了避免有些人還不知道 所以我在這邊很快速的跟大家整理了一下 這次電池日有哪些重點 首先因為它是電池日嘛 所以當然最主要就是在講電池的進展囉 一樣在這次的電池日呢 正式的宣布了在2022年 將有渴望可以開始量產最新設計的電池 也就是這個4680號電池呢 這個輕的電池它將會有5倍的能量 但是大家要注意這邊 所謂5倍能量主要是因為 它的體積是比原本的2170的電池還要大 所以它可以來到大概5倍的這個能量 並不是說它的能量密度可以提升到5倍喔 最主要是因為它的體積也是比較大 還有就是它可以提升大約16%的續航力 可以降低成本大約14%左右 這個部分講的都是它電池本身 除此之外在這款電池 它們還研發出了無凸片設計 那這個設計呢 可以非常有效的去降低電池的發熱的情況 所以渴望在未來可以提升電池充電的速度 相較於目前Tesla在使用的2170號電池 它的成本是落在127美金 每1000瓦電這樣子 4680號電池 渴望將會落在109塊美金而已喔 大幅的降低了電池的成本 在電動車業有一項研究指出呢 如果說要把電動車的成本降低到 跟現在目前傳統汽油車成本差不多的情況 必須要把電池的成本壓到 將近100塊左右 以109跟100塊來說呢 其實已經算是非常接近了 這也就帶到一浪也順便宣布了 在未來的三年內 渴望可以推出新的一款Tesla的車子 型號未定 但是我在猜有可能會命名為Model 2 因為這之前一直有在流傳嘛 它的定價將會落在25000塊美金左右 相信這款新車將會使用的 就是這個最新的電池模組 講到新車 一浪同時也宣布了 在Model S Plaid的方面呢 將會在明年底開始上市 在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說過 如果有可能在這次的電池日呢 Tesla馬上就會推出一款可以打敗 Lucy Air的一台Model S 果然這個地方被我們預言猜中了 這台Model S Plaid呢 0-60秒的加速將會在2秒以下 1 4分之1英里的加速呢 也會在9秒以內 遠遠的打敗了Lucy Air的9.9秒 除此之外 它的續航力並且來到了520英里 硬是比Lucy Air的517英里多了3mile 目前看起來這一台Model S Plaid 它的內裝很有可能還是跟現在的Model S 應該是大同小異看起來並沒有什麼太大的革新 那目前對它的車有興趣的朋友呢 其實是已經可以下訂 預計是明年底的時候開始可以交車 講完車子之後 我們再回來看一下電池 這個4680的電池 除了它的效能增加了 油量加大了之外 還有什麼特別的呢 我個人覺得這次電池日最重要的消息 就是Tesla在未來將會全面的改寫它的車架的設計 我們都已經知道 它們車架已經在朝著一體成型的方向在走了 但是我沒有想到是它也把這個電池呢 包含在它一體成型的車架裡面的一部分 渴望在未來 Tesla的車子的車架本身就已經包含出電池了 這個有好有壞 好的就是它可以大幅的降低車子的成本 以及製造的速度 並且可以很有效的提升可以放置電池的數量 進而增加車子的續航力 但是缺點的部分就是 會不會一個不是很嚴重的事故 就造成整台車可能就得要報銷了 因為換車架我相信是一個大工程 所以到底值不值得去維修 這會是另外一個問題 不管怎麼說呢 很明顯Tesla是目前是要往這個方向走 那我個人也覺得這應該是對的方向 因為以製車公司來說 這樣才可以把電動車的成本壓到 跟一般傳統汽車差不多 並且這個做法是可以大幅的提升 駕駛人跟乘客的安全性 所以我個人是蠻贊成這個做法的 以上所有關於電池的消息 還有這個25000塊平價的Tesla版本呢 最快最快都是要在2022年 甚至之後才會發生的事情 唯一一個有可能最早看到的就是Model S Plaid 它目前是計劃明年底的時候可以開始交車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在電池日發布之前大概一個禮拜 已讓在他推特上跟大家說 會有非常興奮的消息 會跟大家宣布 我相信大部分人跟我一樣 以為會有什麼樣即將可以看到 或者最晚也許明年可以看到的改變 就要宣布了 結果沒想到最快也是要等兩三年 再加上大家知道一讓他的schedule上呢 通常都會稍微delay一點 所以當他說兩到三年的時間 實際上我們會看到他出現在路面上 到底會是什麼時候沒有人知道 也就是因為這樣 在電池日之後呢 Tesla的股票應聲下跌了10%之多 在我錄影的今天 目前看起來他的狀況是比較回穩的 不過他的股票會跌到10%之多 除了他電池日發布的消息 相信對大部分投資人來說 可能不是那麼興奮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在電池日的隔天 也就是9月23號呢 Tesla的內部發生了大當機的狀況 很多的車主發現他的手機的app 跟車子是沒辦法連線的 但是還好的是車子 他還是可以進行使用啦 但是這次的大當機呢 其實影響的層面是蠻廣的 包含Tesla內部 他們的一些交車的流程啊 訂車的流程啊 都被這次的當機給影響到了 有些車主他的app 甚至兩到三個小時的時間 是連不上車子的 這個部分其實是我對Tesla 一直有一點擔心的部分 大家應該有看過這些科幻電影嗎 就是所有的車子 都是由電腦在控制的時候呢 有沒有那麼一天 有人嗨進去的電腦主機 進了去控制所有的車子 可能不會像電影發生那麼誇張 但是也不得不讓人擔心 像這次的電腦當機呢 就是一個蠻好的警訊 在電磁日的發表之後 除了我剛剛聊到了電腦當機 這個事件之外呢 很多的投資機構也對Tesla 進行了評級的調整哦 但是我要先在這邊聲明啊 這些目標價大家當作參考就好了 因為每一個投資銀行 他其實都有他自己的立場 而且他的range其實非常的廣啊 首先看空的就是摩根大通銀行的 他們是把他的持有評級給降低了 其他美國銀行跟瑞士信貸銀行 他們基本上都還是持中性的 那他們目標價都還是設定在400到550美金之間 並沒有做什麼特別的更動 除此之外高盛他們是提高了Tesla的評級 但是我必須說高盛他們原本對Tesla評級 我覺得就有點過低啦 但是在電池日之後 他們把他的評級從295塊美金 提升到了400塊美金 以上是一些比較大間的投資銀行 在Tesla電池日之後呢 他們對他的看法 當大家聽到一浪宣布在3年之後 渴望續航力可以提升到54%的時候呢 各大論壇就開始在爆炸性的討論 尤其Model Y的車主 因為Model Y是剛上市的車子嘛 如果在3年之後Model Y他可以用現在的售價 但是他的續航力可以來到450英里 可以說他是一個完全的不同等級的車子 所以很多的車主就在討論說 到底應不應該這個時候入手Model Y 還有到底應該要用買的 還是應該用租的 還有如果用買的話 是不是會大幅的去影響到3年之後 賣Model Y的價值 不知道你是怎麼樣看待這件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一下你的想法 我會在影片的最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另外還有在昨天也就是9月23號 加州的州長簽署了一個行政命令 宣布在2035年的時候呢 將會禁止所有的汽油新車的銷售 也就是說在2035年之後 加州將不再會有新的汽油車了 這個算是美國開出第一槍的州喔 因為我自己身為在加州嘛 這個做法我是覺得其實還是有些爭議啦 而且他只是行政命令嘛 所以很有可能換個州長 也許他就會把這個命令給廢除了 也有可能 因為如果說要全部改用電動車或者清汽車 其實在實行上還是有一點難度了 包括充電的這個問題 到底能不能解決 我是覺得這個利益是良好的啦 但是實務上能不能做到 那可能就要再看看了 只是這是一個蠻重要的消息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還有就是Volkswagen 他的ID.4呢 也正式推出了 推出了第一天他的網站就爆了 他的訂單是非常的熱絡喔 這台ID.4呢我覺得未來會是Model 3一個非常可能的競爭者喔 他的里程有250英里 他的售價呢 目前是在4萬塊以下 再加上在美國他還可以享有聯邦退稅 所以也就是只有3萬出頭 所以很多的部分其實跟Model 3是互相重疊 但是他的車子的size只比Model Y略小 但是是比Model 3還要大的 再加上他是德國產的 內裝看起來也是還蠻不錯的 在未來我會再針對ID.4推出一些更詳細的影片 來跟Model 3還有Model Y做一些比較 所以請大家千萬不要錯過我以後的影片 對於這次的電池日呢 我個人的感想是覺得蠻開心的 但是並沒有到興奮啊 最主要可能是一讓他一開始PO文 讓我對他的期待有點過高 所以他所有的內容都是要2年3年之後 才會發生的事情 再加上一讓他的schedule呢 通常都是delay的 唯一只有Model Y是稍微早於他的schedule上市 但問題是他上市之後 其實也是有蠻多的瑕疵問題 還沒有解決啦 所以我是覺得他是有點太早上市了 所以如果把這一點也給參考進去的話呢 當一讓說2到3年的話 我們可能要把它拉長2到1點 可能也許3到5年之後 才會看到的事情 也就是這樣在電池日的前一天 一讓自己也在推特上先打了預防針 說這些事情都是2022年才會看到的 電池日都還沒發表 那一天的盤後市場 Tesla就下跌了5點多percent 更不用講電池日發表之後 再加上主機、檔機的問題呢 導致於Tesla在9月23號 股價硬是重挫了10%之多 但今天看起來是回穩了 那我個人對Tesla股票呢 還是一樣 如果你是要做長期投資 我這邊所謂的長期可能並不只是一年喔 因為像電池日宣布的這些好消息啊 我們要看到它的進展 大概都是要2到3年之後 所以如果要投資Tesla的朋友 千萬要做好 是必須要做長期投資的心理準備 還有我自己是下定Model Y嘛 對於這次電池的更新呢 我覺得對於Model Y的影響其實並不大喔 雖然Model Y才剛推出而已 但是考量到這個電池 它即將會是用在新的底盤的設計上 也就是說 非常有可能Model 3跟Model Y 未來並不會採用這個新底盤的設計 我覺得新的底盤設計 應該是會使用在Model X 跟Model X的改款之後的車子 還有就是在未來即將要推出 25000塊美金平價版的Tesla上面 所以我個人判斷對於Model 3 還有Model Y影響並不大 至少在未來的3到5年啊 我不覺得在Model Y上面 可以看得到這個電池的優勢 也就是它對Model Y二手車市場的影響 應該是蠻有限的 所以如果你是還在猶豫 要不要下訂Model Y的朋友呢 就不需要那麼猶豫了 我覺得是可以下訂的 記得一定要使用下面的referral link喔 這樣才可以拿到免費的Supercharger 但不管怎麼說 我覺得這次的電池日呢 對地球的環保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改變喔 因為可以看到更低成本的電池問世呢 也就代表著未來汽油車能夠被取代的機率就更高了 大家也知道現在氣候變遷的真的非常的嚴重嘛 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的房子使用的也是太陽能 以前就是在開油電車 再加上現在是使用電動車嘛 我真的很希望大家都可以為我們生活的這塊土地來盡一份心力 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先聊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分享的內容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個讚 因為這個是我發片非常大的一個動力 如果還沒follow我頻道的朋友 也記得按下追蹤鍵 並且打開小鈴鐺 在未來我會跟大家分享更多關於Tesla 還有我Model Y的最新消息 我們就下次再跟大家聊更多關於Tesla的故事囉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